最近宣传的比较厉害的电影要说黄博的一出好戏和爱情公寓了 而爱情公寓的预售票房比一出好戏要多出不少 显然许多人为了情怀再买单 但是不少人观影后发现 打着原班人马十年重许的电影爱情公寓 竟然是不到目前 许多网友吐槽 挂羊头卖狗肉 本来就知道是烂片靠着情怀买单 没想到还要被片方欺骗 还有网友吐槽 爱情公寓是我的青春 没想到我的青春在盗墓 据悉 这部爱情公寓的主演不是陈鹤等爱情公寓原班人马 而是换成了原红 而剧情也不是原来的青春爱情主题 变成了盗墓题材 更让人意外的是 有人爆料爱情公寓电影原名为新次原冒险家 之所以借可上映 无非是片方想蹭爱情公寓的光 消费爱情公寓粉丝的情怀 对于货不对版的争议 老演为正今天发微博澄清 但是澄清不仅仅没有平息众怒 还火上浇油 为正趁第一次拍电影 想搞点大事情 把电影版做成爱情公寓史上最大的脑洞 此外他还强调 这就是原汁原味爱情公寓 原本这部电影的观众是为情怀买单的 结果出了这事后导演还外皮 能不让人生气吗 现在这部电影都半平分 地址仅仅只有2.4 遭到了许多粉丝的抵制 对于县方挂羊头卖狗肉这事